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怀孕了 别怕 别怕啊 怎么怎么办呢 做她咋 我不 我要把她生下来 我做梦都想给你生个小宝宝呢 傻孩子 你总不能挺着个大肚子去参加劫女比赛对不对 那多哭啊 哭什么哭 那劫女比赛又不是劫出妈呢 那我就不参加比赛了 咱们俩结婚吧 没出息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没出息的话呢 你知道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血 寄予你多少希望 你怎么能说不参加就不参加呢 太没出息了 生孩子什么时候不能生 你还年轻 等你获得了成功之后 我们结了婚 你再去生孩子 你再去正大光明地生孩子 好吧 就这么决定了 把孩子做了 好 过两天我陪你去医院 好吗 好吧 我们听你的 乖 好好嘬 我看要你 我看要你 你别相信我 我看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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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小生 你 你不忍心 我看要你 我看要你 你真是爱不发生 爱不发生 你问我什么呀 你们我最爱你的啊 他们最爱你的 我说这不是大 这不是那个人吗 你还来这儿干什么 我可提醒你啊 我跟你妈已经离了啊 我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了 你放心 我不是来找你要房子的 我今天来秀才让你 告诉我车祸的真相 你还来问这个有意思吗 你又不是罗应娟的儿子 我告诉你 你现在在我心目当中 就是一个含辛茹苦 一手把你带搭辛辛苦苦 又可怜的母亲的 一个二十万块钱的债主 你还有脸来问 你有什么资格问 我说以后你最好别让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我这我喘不过气 我见不得这种人 你走吧你走吧 坐坐坐坐 那车祸难道真的是一场意外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说朱怀山还是故意的 有人故意开车把自己撞死的吗 那不是白痴吗 那不是恐怖分子吗 都不是问的也够白痴 谋杀 谁谋杀 谁谋杀谁啊 你不正在谋杀你母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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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正在谋杀人 这将会和你相爱的 你不正在谋杀人 喂 盈盈 是我 谢凡 我很想你 我能等您再去一下 我正在想你呢 我爸在家 你敢来吗 我是说我现在很想你 现在 我爸一会要出门 你待会吧 好 一会见 爸 我都说了八百遍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就要去医院看啊 这糊里糊涂的急性病 转成慢性病 你麻烦大了知道了 我知道了 快去吧 诊查出什么结果告诉我 早饭还是要吃啊 吐了还是要吃啊 我知道了 知道吗 知道了 慢走啊 爸爸 喂 我刚刚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吗 嗯 我妈的实在是太想你了 所以我就来了 我看你爸一出门 我去 啊 你怎么知道我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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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摊是老板的 谁好不知道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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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去快快快 参观一下我的房间 哼 那个显然是你爸 来 坐 我上次 给你那一万块钱订金 你现在还在吗 在啊 怎么了 那银行的机器 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 今天一天 都提不出现金来 好 没问题 我明白 给 谢谢 你该不会是等着钱用才着急来找我的吧 怎么了 你真的那么看吗 我给你开玩笑呢 我不喜欢这种玩笑 我逗你呢 我也不喜欢你这么逗我 哦 嗯 对不起对不起 我错了 我以后不给你开这种玩笑了还不行吗 我昨天让人做了个梦 梦到我们俩不好了 我一直在跑 醒了以后 就很害怕 那我们俩结婚吧 等我们俩结了婚 你就踏实了 不行 为什么 至少不是现在 你有你自己的事情 你有你的理想 我不能就这样让你做一个全职太太 对不起 等以后你成功了 等以后你成功了 等你再结婚 阿秋 明天下午两点 我陪你去夜 好吧 哎 姐呢 姐还忘拿了 一碗宽够吗 够了 别忘了 明天下午两点钟 一人门口都不见不见 好 哎 你先别走啊 抱抱亲亲一个人在走 嗯 我忘了你 爸 爸 你不是去啤酒摊了吗 怎么回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 谢凡 伯父好 我叫谢凡 盈盈经常向我提起您 她确实没骗我 您果然是这个容光焕发 精神绝朔的 您贵庚啊 贵庚 我不贵着庚 我其实是想问您这个 多大年纪 多大年纪就问多大年纪吧 还贵什么庚啊 他紧张 对 伯父说得对 我们这些年轻人现在 太没臣服 那那盈盈我先走了 我扶我走了 爸 我去送一下他 谢凡 我送你 我送你 盈盈你回来 我知道我不走 说您没有误 我爸就那样 你就让心里去 可以理解 谁让我抢走了她的女儿呢 盈盈 我来了 快回去吧 明天下午两点一夜不见不散 慢点啊 来 你干嘛老叫我啊 我送送他跟他说两句话 我告诉你听好了听好了 我严肃地告诉你 这男的啊 我看不靠谱 为什么 找不到为什么 直觉 爸 你的直觉有问题 你真 再说他是我男朋友 又没让你跟他过日子 你急什么呀 就是因为我不能跟他一块过日子 所以我替你担心 我要替我女儿长眼睛拿主意 你知道吧 爸爸如果说不管的话 也闭脸睛啊 不问不问到时候吃亏的是你 哎呀 不会的 他那么好的人 我怎么会吃亏呢 他不会让我吃亏的 还有啊 爸 当初我可没干涉你的婚姻 现在你也不许干涉我 你以后啊 对人家谢凡热情一点 你看你把他吓的 你知道人家是多有地位 多有身份的人吗 你黑着一张脸啊 让我很没面子 什么面子不面子 你自个儿 哎呦 我告诉你丫头 你要跟他在一块 不会有幸福 那你跟罗云娟在一起有幸福吗 你这 自到你们结了婚以后 你有什么幸福啊 你们那一桩桩一桩桩的破事 到底还不是剩你一个人 我跟你阿姨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你知道什么叫幸福啊 两个人的心要互相心贴着心 那叫幸福 两个人不在一块儿 互相惦记着 那叫幸福 一辈子都不见面了他 我心里有你 你心里有我 那叫幸福了 我猜不了一辈子 不在一块儿的幸福呢 我要看他见摸得着 他眼前的幸福 跟你说我走了 我告诉丫头 你中毒太深 你现在好好 你幸福来了 喂 艾米刘大姐 你你你你碰到硬娟了 林老伯 你起来探探脚 水温 水温已经给你试过了啊 我 来吧 小心啊 怎么了 你烫死我了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这个 这水温我都试过了 您别着急啊 来再试试别着急 哎 怎么回事你老头 你为什么那么欺负人呢 要好好洗澡水 你拨人身上干什么 告诉你俩干什么 我刚刚来找你 一眼就看了这老头 你你你可怕 你想干什么 你你你你可打人大 你打 你打 你打我就喊人 我要跟这领导说 把他给解雇了 你怎么这样 你你你你喊什么人呢 我我又没犯错 我是你在欺负人家 你欺负人家 你欺负人家 我我我怎么欺负他啊 呀 你是谁啊 啊 你知道什么人啊 我是 我是我是他前夫 前夫 前夫啊 哈哈哈哈 哎呦 你给他离婚了 这么好的女人 你怎么不要了呢 啊 哎呦 真 你你你怎么不摸摸您自个儿啊 您 这么好的女人 你怎么欺负人家 你这 行了别说了 你不是也在欺负他吧 这么好的女人 你也欺负他啊 我要回家了 你出去吧 你给我来哼的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听刘大姐电话告诉你 你在这儿工作 我马上跑来找你 你最近好吗 啊 啊 你这儿怎么良好 啊 还好 反正就是 出摘 收摘 吃饭 睡觉 晚上在床前 看看月亮 早上下楼买买豆浆 高兴的话 哄哄凉拒 惊喜 闷得红 我们就 上场睡觉 好复 令娟 回来吧 回来 回到摊上去 咱们俩一块干活 一块过日子 好不好 我不想在这儿看着你受人家气 我其实在这儿工作得挺好的 您放心吧 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们还可以来往 我要有空 回到馄饨当去看你的 盈盈最近怎么样 她 这孩子也是 鬼迷心窍 找了个男朋友 叫什么 俩字叫谢凡 什么那个经纪人爱 这个什么 她在谈恋爱了 反正每天就吵着想跟她结婚 你说这孩子 我怕她心里没有灯啊 怎么办呢这孩子 那你应该 多关心关心她呀 我怎么没关心她 每次关心她都把我当小儿红 我这做爸爸的 也有些话也不知道怎么跟女儿说 翻着办法 你最近有没有碰到大气啊 她来找我了 真的 她刚天来找我 她问我说 那天你说的那个 那个你以前那个老公 到底是不是冤枉 她还问我说那场车祸 到底是不是意外 你看 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 她她她是不是 开始 开始明白过来了 因为前面一阵子都是那个坏舅 王德财把她脑子给搅乱了嘛 那么这会儿她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清楚了 想要更知道点事情 所以她来找我 你儿子在想你了 真的 你儿子真的是想你了 所以她要回来找你的 是吗 我也想你 我哪天不想你 我到处找你 没找着 亏得刘大姐告诉我 你在这儿 我就赶快过来了 我本来就在想 你不可能不理我 就算你不见了 你的心不会不在 你快回去吧 那好吧 反正我知道你在哪儿了 以后常来看你 药吃完了 把给你带来了 报复 走吧 我送你 我可能会是你 你再经常看你 我本来就怕你 我那是你 我了 我 我 我是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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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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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你 你去找谢凡吗 这是我的家呀 你说什么 你的家 这什么时候成你的家了 这不是谢凡的家吗 谢凡是谁啊 你说的那谢凡 是不是长得丝丝纹纹的 戴眼镜的男人吗 对啊 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只知道这房子以前是他租的 但是他在五天前把房子已经退了 接着我就坐了下 租的 是啊 因为我已经在对了 只想看起来 像个人 就像一个人 这场房子 是 我认识那样 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我们不正在 我们已经想到 但我们不正在 我们不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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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界上 最疼你爱你的 是你爸爸 你的任何事情 都欠着爸爸的心 我想跟你说 爸爸是过来人 经历得多 他看人可清楚了 你要是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难事 或者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跟爸爸 多谈谈 好吗 如果 有些事情 觉得不便跟爸爸说的 也可以来找我 你想听我说吗 欢迎 请来一遍 想回去歇训 谢谢你 爷爷 我在阳光敬老院工作 你要有什么事 尽管来找我 我哪有球啊 我 拿不上 你怎么有我呢 这要打电话给你 你上哪儿去了 说话呀 不过你上哪儿去了 你就告诉我 凌亦 你干什么呢 凌亦 爸爸进来了啊 怎么啦 抬头 怎么一脸委屈向啊 是不是跟那个谢凡怎么了 我没事 一脸有事呀 真的没事 只有有一首歌老唱不好 一首歌没唱好能把人弄成这样 丫头你别练歌了练练拳吧 起码能把身体弄好喽 爸爸 我就是个废物 我除了唱歌我一无是处 哎呀我好烦了吧 你让我一个人打一会儿 好好好好 爸爸出去 喂 喂 哎 宁娟 我就在楼下 你下来一趟好吗 你下来一趟好吗 好 我马上下来 我马上下来 你爸爸出去一会儿 你刚才握上去 你不在乎 就在小时 你没了 你borough的身体 你怎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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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改变 你怎么改变 你怎么改变 秘宝 你所拨打的电话银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爱你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在意 听你这么一提醒我 我对我这个女儿教育的这个态度 我得调整调整 我这不是教育她 本来我以为我的出发点是在爱我 就在想一想 我好像在帮她谈恋爱 我神经病 管太多了 干脆我就把那个男的约出来 是吧 我直接跟她面对面的 让她知道我是谁 我也直接知道她是谁 这样的就省得传话来传话去的 孩子也被得到什么教育 这种也好啊 你要见了面 就能了解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 要是真是个好青年 他们真心相爱就得支持她啊 人家不真心相爱的话 我女儿不成了炮灰了吗 那你见了面了解了 不就能做出判断了吗 你说是吗 对对对对 不管怎么样维持不晚啊 哎呦 你们会早点提醒我呢 郑外同志 还在想开心呢 我真没辙了 我做梦了是吧 哎呀 爸 我好困啊 你让我睡一会儿 好 爸 我跟你说一句话就出去啊 那什么 谢凡 我说啊 你 你说的对啊 上回你说我对谢凡的态度好像冷淡了点 哎呀 我也觉得我自个儿应该热情一点 那干脆 我们请她来家吃饭 我亲自下厨做两道好菜 让她尝尝 顺便也知道知道咱们家 知道知道她爸爸 爸 他出差了 出差回来咱们请他吃饭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会回来 回来告诉你 我们请他吃饭 好 我可以睡了吗 爸爸 好 好 好好 别忘了他回来告诉我一声啊 他走了 他不停 给他来说 他я审议 他不停 他很义 一声 有事 他也不停 很乱 他也不完全 他完全不停 Pred保护了 他的病情 怎么又是你 有事吗 不好意思 我就想问一下 您知不知道谢凡她去哪儿了 我怎么能知道 我不过也是一个租房子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看哈 这是成本 给你算一下我赚的怎么样 两万八 厉害八 不过啊 我的慧英同志要冷静了 不能再买金了 我怕什么 有大教授 潮补专家 我不会说的 谁 我去啊 好 来喽 来了来了来了 宝贝 妈妈 宝贝真要给你打电话呢 是吗 怎么 你好像知道妈妈赚钱了是不是 告诉你妈妈炒股赚钱了 看 三合叔叔看到没有 在偷着笑呢 叔叔 怡萨 你听我 怡萨 怡萨 今天三合叔叔请你吃饭好吗 你自己选对方想吃什么 嗯 走 怡萨来了啊 叔叔 怡萨啊 赶紧给盈盈削水果 好 给她宝贝 来来 谢谢 妈妈 你别洗了 我待不住 我一会儿就走 为什么呀 你是不是跟妈妈有什么事 我没事 我就想你来来看看你 这就对了 想妈妈就得过来啊 以后不管有事没事 常回来看看妈妈 也看看叔叔我啊 来来来 坐坐坐 等着啊 妈妈去给你走 来 福音啊 你有个好女儿啊 知道不知道 你看盈盈越来越漂亮了 我女儿嘛 就是 让她玩玩啊 盈盈啊 有男朋友了吧 她在哪儿工作啊 怎么不带她一块儿来啊 也让叔叔见见吗 她出差了 那就改日 改日一定要请她到家里来玩 我请你们吃饭 来 盈盈 快 去睡吧 福音啊 今天约好了她 我要去学校 等你 盈盈啊 真保险 叔叔不知道你要来 要不然陪你多说会儿话 我还有事儿 先出去一下 叔叔 晚上 咱们三个一块儿吃饭去 叔叔请你啊 叔叔 您忙啊 好好好 来 盈盈 过来 吃水果 过来 来 盈盈 你怎么了 我没事儿 你是不是找妈妈有什么事儿 叔叔在家 你不好说 没有 我今天就是突然特别想你了 想来看看你 妈妈 你现在过得好吗 妈妈现在跟叔叔过得很好 你看我每天去股市蛮充实的 黄勇现在开了个公司 干得也很顺利 现在呀 妈妈挺幸福的 真的 对了 叔叔说了 过一段时间她准备休假 带我到国外去旅游 叔叔说也请你一块儿去 盈盈啊 这件事儿呢 我还要感谢你爸爸 感谢罗英娟 还要感谢那个大气 对了 你爸爸跟罗英娟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 那个大气呢 他好不好 挺好的 这大气啊 我一直想见他 要好好谢谢他 妈 没事吧 我回去了 盈盈 你跟妈妈说实话 你真的没什么事吗 我真的没什么事 我都是累了 好 那你就早点回家休息吧 好 没什么事 我真的没有事 您是ели事 庭 姨姨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有什么事吗 有事情和阿姨说吧 阿姨又不是外人 我其实昨天见到你的时候 就觉得你好像有什么事 跟阿姨说吧 怎么了 别哭啊 别哭啊 音音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有事咱也不怕 阿姨 我怀孕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音音 这孩子是不是谢凡的 那她知道吗 知道 她怎么说呀 她是什么态度啊 我叫不叫她了 她好像突然消失了 好像从来没有过谢凡的 爱你我怎么办 那你妈妈知道吗 我刚才去找我妈了 但是我看见妈妈跟叔叔生活得很快乐 我挺害怕的 他们俩现在刚刚好回来 我不想因为我的事让我妈在天宠 我哭了 你自己会怎么办呢 我哭了 你自己会怎么办呢 我问你啊 我跟她结婚 我喜欢她 而且她答应过我跟我结婚的 我奶奶说好了 这次这个孩子先不要 等我取得了冠冲 我们再结婚 不高高兴兴地结婚 你相信她的话啊 我信 我当然相信了 我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傻孩子 我没见过谢凡 你不知道她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男人 她在我心里就像一棵树 只要她在我就什么都不怕 她这会儿人呢 她人到哪里去了 她这会儿责任心到哪里去了 她知道你怀了她的孩子 到无影无踪了 你还相信她呀 你别这样问我 我最害怕听你这样问我 我现在怀疑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不然她不会这样抛开我不管呢 阿姨我一定要找到她 你帮帮我行吗 阿姨一定会帮你的 我先把你送回家 待会儿你爸爸找不到 你又要着急了 阿姨这事儿 不能让我爸爸知道 绝对不能让她知道 我不会告诉她的 我先去请个假 你在这儿等着我啊 你一定会订阅她 我不要走 一个家就好像一条船 不论是遇到惊涛害浪 还是暗流险滩 都要和和缺缺的同舟共济 开船咯 有一天我遇见了幸福 他的样子在你眼睛深处 那么温暖又清楚 像个孩子一样无辜 我会将他好好保护 我不会再错过我的幸福 我会把他守在心灵深处 那么柔软又模糊 像个孩子一样无辜 我会将他好好保护 我要的幸福 让你不再孤独 那些你拥有的 会永远停住 想给你幸福 让你不再迷路 那些美好快乐 都在你身边留住 我会把他守在心灵深处 我会把他守在心灵深处 那么柔软又模糊 那么柔软又模糊 那些美好快乐 都在你身边留住 太空 太空出来了 黑色 太空出来了 那些美好快乐 太空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